新聞娃娃有YouTube頻道囉 請大家搜尋新聞娃娃娃 或者掃描QR code 也可以按下訂閱鈕 開啟小鈴鐺 請大家繼續分享 那冠芝 你說當兵的時候 女朋友兵變喔 對 其實我在當兵之前 我有一個就是交往 大概三三四年的女朋友 然後這個女朋友 其實對我很好 我們媽媽也認識 我想說就是等到我退伍之後 我的工作有存到第一桶金 我就打算我要把它取回家 那因為鄭大哥你也知道 我們當兵下部隊其實有薪水 但是薪水不多 那一個月大概會存一千五到兩千 兩千塊 那我在退伍之前 我就買了我們兩個那個 情人借我大概花了一萬多 我想說因為當兵的時候 沒辦法陪他嘛 然後退伍之後 我就要送給他這樣子 那誰知道我退伍 退伍之後我發現 他已經有喜歡的對象了 那我就非常非常 我就非常非常傷心 然後我至少在家 難過了兩年 而且我只要一回到家之後 我就是把門關 就是把門關起來 我媽都不知道我在裡面幹嘛 所以我媽就是很擔心 所以我媽呢 就跟我阿姨就想說 我再這樣關下去 不行 一定會關出病了 就想辦法說 我一定要再找一個女生 就讓我忘掉我的前任 所以他們就想說 那不然來幫我相親好了 但是我那時候已經很傷心 我就還沒有想說 要再交另外一個女朋友 所以我那時候打死 我都不去相親 後來我媽跟我阿姨就騙我說 你小時候有一個遠房的親戚 就是還滿疼你的 然後下個禮拜剛好要來台中 要一起吃飯 我說遠房親戚誰 我怎麼沒有這個印象 我媽說你還小 所以你不會有印象 我說好了 反正遠房親戚嘛 就會看一下 好了喔 我休假時候一到我們去的餐廳 就一桌 這公子的阿姨 太鼓了 生的那個 就是說我就是完全沒印象 就很遠 所以我小孩就去 然後一到餐廳 它是圓桌 就我媽跟我阿姨 還有我三個 對面是七個 等於說有三組來相親的人 三組 然後有兩組都是媽媽帶女兒 有一組是媽媽帶女兒 還帶女兒的小孩 結果三組來 然後當時我其實看到 我有點生氣我想走 但是我想說不對 既然都來了 我如果走的話 會讓我媽媽跟我阿姨 沒有面子 也會讓他們覺得說 我是一個不懂事的小孩 我說好吧 那我就先坐下來 看他們會怎麼怎麼做 那一開始我們就聊聊了 然後聊到一半的時候 那個有小孩的媽媽 然後說你又灌制了 你生到圓桌很重災 然後我跟你說 就這樣 我們家是真的 真好女兒 不過我們女兒 他們老公算是 因為他們都講台語 幾年前都搶貨 過生意 老了這個女兒 你們年輕人 就去相處看看 如果真的 如果要帶我們女兒 連這個年輕人也要 我跟你說 你若是搶回來 我把一棟老大廚給你 還有一台修理車 還有現金一百萬給你 等他們兩老老了之後 沒有 因為他們有工廠 工廠都要流滑滑 對 他說 他說如果你跟我女兒 有在生小孩的話 一胎再給我五十萬 然後 但是我那時候 當場我完全是整個 腦筋一片一片空白 我就說 不然我想看 想看看 因為我到處 我以為要被人家看 怎麼看 我就瞬間壓力來了 然後就換第二組 可是剛剛那個女生長得怎麼樣 就比黃醫師你差一點 謝謝 那也可是很好 比黃醫師差一點就很好 不是 問題是我那個時候 才二十幾歲而已 所以我那個時候 因為也剛剛十年沒多久 所以我並沒有想說 要再進來 沒有什麼心思 對 沒有那個心思 然後換第二組 那個媽媽就問我說 你叫什麼名字 你是當時生的 你什麼星座 家裡大大 連我跟我媽他都問 後來問完之後 職業病來了 他媽媽是會算命的 所以拿一本一本布 拿一本布直接在那邊看 就是去合我跟他女兒的名字 馬上合 馬上合 然後連我媽 我媽也是一樣一起合 然後說 你這個名字好 然後我看一看 我們女兒是會第一 什麼第一紅色 對 然後我們女兒是代財 然後你媽媽 我也算過了 婆媳之間是非常非常好 你要娶我 你娶我 我跟你說 五十萬歲給你 然後我當然說 不然我哭嚕看看 因為 對啊 因為我都還不熟 然後其實就跟剛剛的新聞講 是一樣就是 我跟女兒都完全沒有講的話 幾乎都是媽媽在講話的 然後到第三組之後 那他們這樣子 各自不會覺得尷尬 隔壁那個帶女兒 帶那個孫子來的 那個都不會尷尬 他們都不會尷尬 而且他們是 我覺得他們是講好 譬如說第一組問完之後 換第一組 挺換第二組問 然後旁邊就沒有講話 然後接著換第三組 第三組媽媽就是 好有秩序 就是很有秩序 政府都會辦聯合結婚給你 這個叫聯合相親 對啊 所以我覺得我媽媽跟我 阿姨很厲害 不知道是怎麼樣跟他們講 那到第三組的媽媽 就比較正常 她說因為畢竟 這個是以後你們小孩子的事 那你就跟我女兒 就去相處看看 那如果OK的話 然後後面的事 我們再來講 那我們吃完飯之後 其實私底下 就是有跟他們三個女兒 有留電話 但是我回到家 因為我就嚇到 我就立刻把它射程拒絕 然後我就跟我媽說 媽 有這種相親的事 千萬不要再找我 你要找我可以 但是應該是我跟女生出去 才對怎麼會一次來三組 而且還是帶媽媽 甚至還帶媽媽帶小孩來的 我那一次嚇到的時候 我就不敢再相親了 其實那個媽媽帶小孩都不錯 第一個你小孩不用生那麼多 第二個馬上就一百萬 然後生一個又五十萬 你給他生十個就五百 對不對 就是你會 工廠給你換 對 還有一台修理車 還有一台天的 就該有的都有 但是問題是我 那個時候就還沒有想那麼多 而且我會希望就是說 我是靠我自己的能力去賺錢 我不希望說是靠他們的 他們的那一種 所以我覺得說 我自己有那個能力 我幹嘛一定要 人家來施捨那一些東西 對 那娶了也不一定有尊嚴 對啊 娶了也不一定好 而且感覺 媽媽會這樣講就表示 媽媽一定很強勢 真的 對啊 那宏偉呢 你有過兩次很難忘的經驗 是 我第一次算相親 因為人家到了一定年齡程度的時候 自己走投無路 才開始接受人家的勸誘 說我幫你介紹好的女生 那一開始我是真的心裡是過了 過不去 會覺得我已經淪落到 要需要到相親的 淪落到 我以前對自己是還頗有自信的 那但是到一定年齡之後 他就慢慢地放棄自己 但是我們很重要一點就是說 我們看人之心演員很重要 所以我們都會要求 我中間的一個朋友 因為他老婆是梅花航空的空姐 然後你聽到空姐 男生都對於制服 都有一些癖好在 真的嗎 那是你吧 我聽到空姐護士之類的 然後我就會覺得 這一定很棒 所以我說那照片 先傳過來看一下 一看 中了 這是我要的菜 那不錯 假設你不喜歡 你一開始就不要去了 那我看一看之後 雖然他沒有到 陳瑜落葉的那種 國色天香 知美 我想說至少工作是很端莊的 然後長得也是我的演員 OK 我第二天我就去東區 我們就約在東區的一間餐廳吃飯 那吃飯過程當中 彼此會互相介紹 那因為剛好 那一對夫妻都有一起出席 所以中間的媒介過程當中 他們都是比較緩和情緒 把那氣氛帶動起來 但是女生從頭到尾都不太愛講話 所以一開始的自我介紹 然後大約吃了三十分鐘左右吧 這女生說她要先離開位置 我想說就離開位置 結果去一去 兩三分鐘還沒有來 因為那時候我有抽菸 那我就跟我那個好朋友講說 不然我們出去外面抽菸 結果一發一發 走到門口 看到這個女生在抽菸 到外面門口抽菸 那因為我在找我包包的時候 找不找 我沒有菸 我想說我要去 結果那女生說 你應該找什麼 你是不是要菸 我說對 你有知道 他說我這邊剛好有 他就從他的名牌包包拿出 一包菸出來 不拿還好 一拿出來我想到我阿公 他竟然拿出 他竟然拿出一包黃腸壽出來 真的喔 吃得很重 那時候他拿出那個黃腸壽 其實我心裡已經量了一半又一半 因為我印象中 就是小時候 上天下有阿公在那邊抽菸 有沒有 在那邊跟他下棋的那種感覺 因為黃腸壽有抽菸你都知道 那個非常味道之難聞 那我看到一個漂漂亮亮的女生 竟然拿出黃腸壽 那時候要找我抽菸的時候 我那時候覺得說 你不管你再怎麼樣的條件好 或者是再怎麼樣能夠跟我投緣 我真的都沒辦法 但是我說真的 我不是說排斥女孩子抽菸 但問題是你抽菸 至少要符合你的形象跟 你的一些氣質 我覺得這很重要 那這個東西對他 還是有些加分在 但是他拿出黃腸的時候 對我來說是一個大大的扣分 破滅 這樣破滅 原來他敗在那一包腸壽 對 因為那個對我小時候 那印象實在太深了 因為黃腸壽抽久了那個煙味 事實上有一些老煙的那個 那個味道是非常之難聞 後來他相親第二個 拿的是新樂園 新樂園 新樂園嘛 好 好